这天一群学生正在欺负一个学霸 只因考试没有同意帮几个人作弊 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这时如果一个女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用视频威胁他们赶紧停手 眼瞅着还有个不怕死的弱女子 四人变得更加嚣张了 打女人当然不用男生出手 长发妹率先发起攻击 只见她一顿操作猛如虎 差点被打成了250 短发妹见状不妙冲了上去 一个排山倒海 直接把阿推到了二霸怀里 眼瞅着四人要被一个女生打得颜面扫地 笑巴上去就是一套空踢 但下一秒就踢得稀碎 真是中看不中用 但是班爸不会就此罢休 因为他的老大笑巴可是认识混社会的人 但女生也丝毫不怕 他可是空手道的搏击冠军 解决完战斗 女同学就被老师带到了教室 原来她是今天刚来的转学生 女孩名叫云恩 不是冤家不巨头 刚才被他教训的那两个小混混 瞬间就成了他同班同学 两个男生看了云恩一眼 心想好日子到头了 不过这一次学霸阿强开心了 这回终于不用担心再有人欺负他了 下课后 阿强赶紧找到云恩 本想跟云恩说声谢谢 云恩却希望他能离自己远点 因为他实在太讨厌软弱无能的废柴 回到家 阿强母亲店里来了几个吃霸王餐的顾客 云恩瞅着自己的母亲被推倒 他愤怒的上前 本以为他就要就此觉醒 却只能进去扛揍 最后还是母亲求饶不要钱了 混混才放过了他们 第二天上学 云恩又被一群人喊住 正是昨天被揍的那两个女班吧 这回身边多了一个笑话学姐 这一次有人撑腰 两人就打了几回嘴炮 谁都不服谁 不讲武多的学姐就删除了一记如来神掌 却被云恩一套龙抓手化解了 气急败坏的学姐刚要使出另一只如来神掌 云恩一个勾腿 学姐就当众摔了个狗吃屎 这下云恩算是跟学校里的恶势力彻底结下了梁子了 放学后 阿强再次找到了云恩 他早已受够了被别人欺负 想要变得和云恩一样强 看着一直被欺负的阿强 云恩心软了 带着阿强来到了自己父亲的拳馆 希望可以通过学习空手道 让他变得更强 但是当众出丑的学姐 生气的找到了学生会的两位笑巴大哥 知道他的遭遇后 会找阿彪弄了 说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找回场子 隔天 云恩班截两个狗腿子班吧 就给他烧去了话 让他去学生会找两位大哥喝喝茶 虽然明知山友虎 可云恩却不太怕的 他还是决定去学生会 去见见学校里传闻最能打的两位大哥 由于这是一所基本自制的高中 老师只是摆设 校长像是傀儡 校方的无能导致了校园霸凌 好事作弊 收取学生保护费等乱象层出不穷 其中恶势力为首的当属学生会 由于受到校长的庇护 他们更加嚣张至极 除了打架斗殴 收取学生的保护费外 还要威胁阿强为自己考试作弊 一见命 老大阿彪直接用他那杀人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向云恩 正着两位大哥撑腰 学姐胸有成竹 新小龙这一次不给你打趴下 我名字就倒过来写 学生和他二哥俊硕 算是一个名士里的人 听说别人不给他作弊 就以多欺少 当即就把云恩放走了 这个学姐气得都快吐血 被学妹羞辱的恶气还没出 你又给我添堵 这件事后 阿彪和俊硕就开始渐行渐远 他不跟俊硕商量 就招募来了不良少年光头 更过火的是 私下里还跟黑帮的人接触 俊硕劝他不要玩火刺坟 可他根本不听 从此两兄弟就分道扬镳 为了报上次没给自己作弊的仇 阿彪再次派出了光头 去抓捕阿强废柴 阿强本有功夫放生 可他却再次认怂 班爸压着阿强 就去阿彪的面前邀功 恰好在路上遇到了俊硕 他叫声了下两个班爸 执意要带走阿强 俊硕突然背后一阵发凉 光头一脚偷袭杀了出来 紧接着两记重拳 就把俊硕放大 当光头他们再次带走阿强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们 阿强 你今天是打算逛客的吗 那我跟你一起呀 没错 护霸使者 允恩再次出现 嚣张的光头 以为打倒了俊硕自己就是无敌了 他奋力往前一个踢腿 被允恩大长腿轻松化解 紧接着一脚 两脚 三脚 四脚 结束战斗 这一套动作把躺在地上的俊硕都惊呆了 他赶紧起身喊住阿强 问他为什么允恩会如此厉害 得知他有个加空手道的老爸 转头俊硕就顺利的成为了 俊硕老爸道馆里的第二名学员 而另一边的阿彪也正在忙着 收取保护费和加入黑帮 此刻他正在密谋一场更大的计划 班爸在班级里面 已经不敢再欺负阿强 但他们转头就把目标盯上了另外一位同学 阿强鼓足勇气占了出来 因为允恩帮自己 自己也不能看着其他同学像自己一样被欺负 班爸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躺下的就是你 想着总被班爸欺负 这一次他决定不再认怂 阿强求证了时机 上去一下就撞倒二霸 趁机让那名同学赶紧去喊老师 不幸的是 大霸眼急手快 一把就把他薅了回来 被一顿毒打后 阿强垂头丧气地来到了武馆 他问老师是否有速成的功夫 师傅看他老师被揍心里又爱又恨 于是教了他一招必杀技 手刀 并且让他每天练习一千下 另一边 郡树主动找到了阿彪 劝他以后不要再找允恩他们麻烦 他不仅不听 还说要把事情搞大 郡树怒了 一下把棒棒糖摔得吸碎 看来闻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这些年来的影远 终于让他把怒火全部撒在了阿彪的身上 事后他赶紧找了允恩 告诉他要小心提防阿彪 阿彪知道自己硬刚不过允恩 就找到了学姐帮忙 第二天允恩就收到了学姐的短信 说要跟他道歉 请他喝好喝到爆的妹妹奶茶 难道是红梅燕 虽然知道学姐肯定不安好心 但他还是去找了学姐 就当允恩想要喝的时候 学姐突然良心发现打翻了允恩的杯子 原来他的杯子里面早已被下了东西 阿彪眼看计划失败 就生气地走进来打了学姐一巴掌 趁机正好分散允恩的注意 这下阿彪和光头终于抓住了允恩 哦哦 苦肉计 阿强听到允恩被抓 心急如焚地跑到了道场找到了军兽 两人赤手空拳地就赶来了学校 光头正好拦住了他们 带着他们来到了球场 没有想到这是事先设计好的拳套 一场大战一触激发 阿强扔下了背包 双方就开始激烈地混战 军兽能打阿强能扛 没一会儿的功夫 差不多就解决掉了一大半的小混混 光头眼瞅自己再不上场 所有小弟就全爬下了 他率先给军兽一个重击 巨短时间的锻炼 让军兽功力大增 一下就把光头击倒了 紧接着 军兽如太三副体般 一拳一个 而阿强只能继续被按在地上扛揍 眼瞅着一个人打不过军兽 几个人就开始擒翁 阿强见势不妙 使出了自己的终极绝招 手刀 只剩下军兽和光头没有倒下 军兽使出了一记 旋风腿 彻底将他送上了西天 就在阿彪想要对隐恩做出不可描述的事情时 军兽他们正好赶到 阿彪砸碎玻璃 威胁军兽让他跪下 他只好照做了 阿彪一拳就干了上去 然后对着他一顿踢 阿彪认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了 可他忽略了旁边的阿强 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软弹 一个手刀成功让阿彪放弃了对军兽的伤害 阿彪杀红了眼 转头对着阿强就是一顿输出 一拳 两拳 三拳 直到把阿强打成猪头才肯停止 他转头望向了允恩 可人群没了 突然他脑袋一蒙 正是允恩一记漂亮的飞腿 一对一 阿彪显然不会是允恩的对手 他愤怒的对着阿彪的啤酒度 就是一顿输出 紧接着一个底细带走了阿彪 就像允恩他爸所说 没有力量的正义就是无能 好了影片空手到2019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桃 下期视频见 拜拜